人生何期短 哈喽 今天是星期四了 很快哦 要到周五了 那么我们前面几天一直在谈油 没有谈到油 我们谈到很多 就谈结实 要讲分油 要讲看processing 要讲看label 这些都是给你们的一个基础 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因为百变不如其中 这个人讲到他的油再怎么好 你看回那个label 看回那个processing 再去了解那个植物本身的脂肪的构造 你可以知道他讲的对不对了 很多人他卖油啦 就讲什么Omega 3 6啦 9啦 没有saturated fat 一大堆啦 讲到天花乱坠这样 他本身没有什么实在价值的 你讲说你要卖这个油200块钱 外面加要grocer卖20块钱 其他牌子啦 可能是其他的有20块钱 你不用跟我讲 我都知道200块钱的油比较好啦 Uncle 所以 从价钱方面 你买贵的油 相对来讲肯定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要得到的方案就是 要怎样用最少的钱 看到最大的效果 OK打个比方啊 这个油是200块钱 OK很贵 这个油是20块钱 差10倍这个肯定是好 这肯定是不好 可是要怎样啊 拿得到一个可能价钱不相上下 可能是50块钱 可是他的quality也还OK的 这个才是我们要的那个目的 OK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子 怎样用最少的钱 我用数学方式 拿到最大的效果 用最大的效果 用以最少钱的方式 放大那个效果 这个就是我们面子俗的那个目的 我不希望你们 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个mission 希望在这边 你们就找得到最便宜 找不到更便宜的养生方式了 OK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谈 油 当我们一讲到油的时候啊 我们都会把油分为两点 那第一个油 第一种油叫做烹煮的油 叫Cooking Oil OK 这里的油啊 就是拿来煮饭 拿来烹调 拿来炸 就是平时我们在家里 用的比较长的油 另外一种叫做Dressing 或者Drinking 这些就是拿来 配一些蔬菜沙拉 配一些直接拿来喝 或者是拿来点一些面包来吃的 这个叫Dressing Oil 这个叫Cooking Oil 你先要分开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Cooking Oil 明天我们才讲Dressing Oil 因为Dressing Oil大部分的油都是比较贵的 Cooking Oil 然后讲到Extra Virgin Co-Bress Olive Oil 讲到很贵的Cooking Oil 这些全部是Dressing 今天我们实际一点 我们讲Daily 我们每天吃的用的油怎样滑到最便宜 这部分的油通常你会看到很夸张的 打个比方 Hand pick Sanday Airflot from Italy Oleve Oil 当天的空运 首灾天然有机 无化学肥料的橄榄油 这些是这边的 这些是属于这边的 这类子真的是有这么高级的油的 真的有这么高级的 一支有几千块钱 我也不懂 有钱人的生活原来是这样子的 这类的油都会在这边 今天我们讲Cooking Oil 是我们这些就是普通老百姓 我们要怎样又要健康 可是又没有这么多的闲钱这样来去花的 OK Cooking Oil我们讲到第一个 我先讲Vegetable Oil OK 为什么要叫Vegetable Oil OK 当你一听到Vegetable Oil的时候 大部分的这些Vegetable 可能是大豆 我们叫大豆 有可能是一些棕榈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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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米 玉树 玉树树 然后可能是一些 Sunflower seed 还有等等 为什么叫做Vegetable Oil呢 是因为它掺杂了很多不同的油 那掺杂了很多不同的油代表什么意思呢 你先要知道我们一个油 它是有分层的 打个比方如果这个是Olive Oil 最好的油 它本身就有很多的香味 如果你本身很会吃橄榄油的话 我不算很会吃橄榄油 可是我的朋友很会吃橄榄油 所以我也从那边学很多东西 香味是你拿一杯小小的橄榄油 你手搓一下 冻一下那个杯子你一闻 那个橄榄油的香味就扑鼻而来 然后你喝那个橄榄油喝了第一口 你会觉得胡蓉这边有点痒 会有点刺痛的 这个就是它所谓的抗炎 抗氧化跟抗炎的效果 好的橄榄油就会有这样子的分别 就有那个香气的 可是如果你去到Econceph 那些supermarket 你买的橄榄油 你一闻了没有什么味道跟普通油 有没有差别的 是因为它属于比较低级的橄榄油 这部分的橄榄油 它本身是属于有很多的缺陷了的 它没有那个味道 主料很容易变坏 所以它会重新再加工过 加工了过后 它的味道就没有了 任何的油 最低层的油 它都是经过加工 然后没有味道了的 然后竟然这么便宜 竟然没有价值 竟然都是拿便宜货 不如我把这些每一个很差的油 加在一起 你们不要那个橄榄油 擦它给我 你不要擦的橄榄油 给我 你不要擦的橄榄油 给我 我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就变成了 橄榄油 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意思就是讲 很差的大豆油 很差的橄榄油 很差的玉树树油 全部加在一起 就变成橄榄油 所以整体来讲 你会看到在妈妈当 你看到人家煮 Rodi Brata 你煮Goreng Bissang 他们都是用这类的油 你们去看 你们一去EconSafe Diagroser Giant 你看到那个台上 5L 5L大大桶的油 那个牌子没有看过的 我连发音都不会发 好像是马来人的文字的 这类的这些都是属于这类的 OK 所以我都不大建议你们吃这种油 我觉得我们都有 还有一点点能力 所以也不要去这种油 这些是给那种Goreng Bissang 然后Mamak Rodi Brata 这些油 OK 所以这类的油我就不支持 我们就不要吃它 OK 那第二 我可以讲说是Corn Oil Corn Oil是鱼鼠鼠油 有人叫鱼鼠鼠油 有人叫做熟米油 有些人叫玉米油 Corn Oil它最大的弱点 就是它是属于很多次加工的 在美国 因为鱼鼠鼠最大的鼠鼠国是美国 所以美国的鱼鼠鼠就是出名的 基因改造的 GMO的 所以我也不要讲它什么营养 它本身实在的这个玉米 它已经是基因改造过 它本身的植物已经不是天然了 你要怎样去 expect 它出一局出来的油是天然的呢 所以对于玉米油 知道它是已经改造了的话 我们也不用摊了这么多 我们就先给它打一个茶 OK 那讲了Corn Oil 第三个我们可以讲到是 可能讲Sunflower Oil Sunflower Oil 叫做葵花油 那葵花油它们大部分的packaging都会比较美 有个太阳花在那边 感觉就比较健康 那葵花油它分的层次会比较多 它的层次会怎样分呢 看下看我没讲漏东西 不错厉害 我竟然真的是 融会贯通 Sunflower Oil 它主要分两个 两个standard 一个是很高的 Omega 6 一个是很高的 Omega 9 如果你去看它们的packaging 你就有看到所谓的这个是不是属于 这个是属于Lenoly acid 这个叫做Oly acid 高的Oly acid OK 昨天我们讲到橄榄油虽然是植物油 可是它可以拿来烹煮比较高温的东西 是因为里面有比较高的Oly acid 它是属于Mono Unsaturated Fat OK 所以葵花子有这么多 Range的那个油 你要选这部分的会比较好 所以你看到有High Oly acid的葵花油 你就选 如果你找不到这个 到底有没有这个字的话 那我就建议你宁愿不要选 所以因为这类的油 通常为了保证它 烹煮到高温也不会变坏 它经过了很多层的加工的 OK 如果讲说它煮到太过高温 它变人性对你的健康也不好的 所以这个我给它一个半 OK 所以这个是葵花油 讲到了葵花油 我们再讲一个叫做 Peanut oil 花生油 OK 花生油compare to sunflower oil 这些有一个差别 就是它有香味 所以从我们顾客的简单的角度去分析 虽然花生油可以分四种不同的花生油 有co-pressed的 有refined的 有烤过的 有专门是给人家做dressing的油 可是从我们的角度也不用这样子分 我们就要分有味道跟没有味道 就是这样简单 一个是还有保留它的花生的香气的 一个是完全没有香味了的 OK 你们记得我跟你们讲的吗 一个油 它的味道越单薄 就代表它的加工是越多的 所以没有香味的花生油 基本上都是加工会比较多的 OK 所以这边我们就知道了 加工比较多 我们就先标选 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如果你选的花生油 它有香气的 就代表很可能 它的quality是比较高 所以它保留了那个花生的香气的 OK 所以这个的油 你就可以选 可是问题在于 它有一个concern 就是你怎样讲都好 它毕竟是花生 榨出来的 那么对于对花生过敏的人 可以不可以是花生油 这个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讲一个yes and no 因为没有人去做这方面的研究 所以如果你是家庭主妇 你要煮一餐饭给很多人吃的话 你又不知道有谁有对花生敏感 虽然没有被证明 可是你又不想冒这个险的时候 这种allergy 这样可能就暂时 你就先不考虑花生油 所以花生油 大部分其实还是OK的 只是主要是 一些过敏源 会不会影响一些皮肤敏感 我们不知道 现在也没有科学可以证明 你可以去试一下 可是我觉得有这么多的选择 也不用麻烦自己 OK 所以这个是从花生油的角度来讲 那过后我们再来讲 Balm oil 这样多 讲到Balm oil OK Balm oil 哇 Balm oil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的骄傲 OK 就是因为那么的骄傲 我没有错是两三年前开始 马来西亚政府一直鼓吹 马来西亚人吃棕油 讲棕油很好 然后甚至有minister出来喝那个棕油 讲很好 我们马来西亚是全世界 最属于高级中油的出汤国 因为马来西亚 Balm oil OK 我先这样来跟你讲 第一点 如果你本身可以产出这么好的油 你会在马来西亚卖吗 就好像你种榴莲 你种到这样好吃的榴莲 你不卖中国 你留在马来西亚吗 不可能的吗 因为我们从 currency 跟 profit 我们也可以了解生意 他们毕竟也是要做生意 所以当你有一个好的油的时候 打个比方 很少会拿去做石油的 打个比方 最好的橄榄油拿去做什么 沙拉 拿去做 massage 拿去敷脸 拿去做 cosmetic 很少人是拿来这样的炒来吃的 除非你真的是太有钱了 OK 所以从Balm oil的角度你就知道了 Balm oil有一个特别的character 就是讲在这么多油里面 拿个比方像花生油有它的香气 像芝麻油它有它的香气 像橄榄油它有它的香气在 有香气的油 它本身就它有它的 limitation 怎样讲呢 你要做一个润肤霜 它本身它不要有橄榄油的味道的 你拿个橄榄油擦擦擦擦 哎呦 妈的 钱 所以讲到粗话 不好意思 哇 OMG 全部是花生的味道 哪里有人要查 所以它要找到一个植物是 它的油 是最quality好的 而且味道没有这样重的 就是Balm oil 所以你看到我们很多的棕油 最好的棕油都是输去中东的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有一个首相跟中东有比较多的来往 所以我们的Balm oil 从科技跟经济的价值来讲 它是不可能给你吃到好的棕油的 因为好的棕油 打个比方 你卖一桶棕油 你卖去美容界 它一罐 cosmetic 它可能卖500块钱 它给你 你拿去做油 一桶油 我讲说50块都嫌贵了 我们哪里可能卖到500块钱 所以相对来讲 你就知道为什么好的油 是不可能给你吃到的 都是送去给化妆店 这些问题的 OK 那还有一点 既然讲到了这个美容 我又跟你们讲Corn oil 那这些Corn oil 其实它本身也不是大部分是用在吃的 它们是用在一些 润滑油 你知道吗 greeze 这些润滑油里面的那些油脂 那些润滑的成分 其实也是有Corn oil的成分 所以从那边你就知道了 这个Corn oil 大部分是用在车的 代表它本身的价值不高 你还要拿来吃吗 不可能 So palm oil the other way out 本身的价值很高 这样高的油 这样好价值的油 它不拿去卖高的 点的价钱卖给你吃 不可能的嘛 So整体来讲 我觉得我们吃得到的 Palm oil 整体的数字 应该 不需要去选择 你可以选择更好的 OK 所以我们这个也打一个半 OK So这个是Palm oil 那我们再来讲一个Oil 叫做Kano la oi 惨了 我觉得我得罪很多人 Kano la oi 很多人就有两 我记得是在我中学 小学的时候 我看 我从小就很喜欢看养生的杂志 所以我看那个活力复宽的养生 我跟你讲 我每天都看 我每个礼拜一定看养生的 活力复宽新周日报 每个星期有一个column 是讲养生的 可是现在你看 新周日报的那个 活力复宽变得比较 既然那个数字没有这样好了 比较简单了 所以我就没有去看了 可是以前啊 tip top的 So Kano la oi 那时候在那个份报子里面 我记得 叮咚叮咚很多个星期 这个星期讲他好 下个星期又讲他不好 然后这个星期又讲他好 因为 营养学者跟医生 跟那些自然疗法师 跟跟中业 他们有自己的见解 所以我就听到很开心 他们在他们他们潮的越凶 我觉得我学的越多 所以从中我就 了解一些东西 我们从基本去分析 OK 什么叫做Kano la oi 我们知道了哈 Sunflower oil是从葵花籽来的 我们知道花生油是从花生来的 我们知道Corn oil Corn是从玉米来的 我们知道Balm oil的Balm是从棕榈来的 那么Kano la oil是从Kano la来的咯 可是Kano la它本身它不是一个植物来的 Kano la c-a-n 跟它的O-o-a-l-o-l-a Can是代表加拿大 Ola代表Oi 意思就是讲Kano la oi本身 是这个国家创造出来的一种油 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加工了 OK 你不用看名字 它本身就是一个加工了 我们无口后非了 那这Kano la oi是怎样做的咧 它们原本有一个植物 这个植物的种子有很多的油脂 可是它不可以给人家吃 因为有毒性 它叫做Rap seed 所以他们就想了很多办法 哎呀这样很浪费咧 不可以用那个油 要怎样办 他们就用了很多不同的Cross breeding 很多不同的交配方法 杂交方法 就发明到了 我发现到了 我用这个方式 我种出来的种子 它不止没有毒性 而且可以榨到很多的油 所以那段时间Kano la oi就腾飞了 每个人讲到 哇这个简直是免费的钱 又容易种 又可以榨到这么多的油 但好每个人每天都吃油 所以那段期间 Kano la oi就变到很出名 那段时间你去Giant Econcent你看Kano la oi很多牌子 现在没有这么多了 所以既然Kano la这么好卖 这么多人真香 去种植Kano la的时候啊 问题来了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问题 打个比方种辣椒 每个人都在种辣椒 他就开始放很多过量的农药 因为虫害变多嘛 他们就变成很多的GMO出来了 这个是改不了的啊 农业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当你用很多的GMO 原因是你要增加产量 还有减低它的农药的问题 这就提到一点 意思就是讲 在没有基因改造之前 这个农作物 本身就是很容易被天然灾害 很容易被虫害影响的植物 那么这么差这么软弱的植物 你还要吃啊 不可能的嘛 所以我们不要讲基因改造好跟不好 我们用逻辑去分析啊 基因改造是因为你本身的植物不强 然后这个植物不强的植物 原本是从一个比较健康的植物 改造出来的 然后你跟我讲 这个油吃了很健康 可能吗 我不知道 我留给你去分析 OK 我觉得也不用去吵 所以这个的话 我们就打一个问号啦 因为有关系到GMO 那么 讲了这么多 还有什么油是没有谈到的呢 OK 现在就是我跟你讲 我们要找到这样子就 价钱不是很高 可是我个人又觉得 从processing的角度 是比较OK的油 先跟你讲啦 我本身是没有开油厂的 所以我本身没有赚钱的这个油 OK 叫做Rice Brand Oil 就是米糠油 恭喜那些 有卖米糠油的人 为什么我会支持米糠油 其实我家也没有用米糠油 我家好像是 我妈妈好像是买 椰油没有错的话 whatever 因为我等下跟你讲为什么 Rice Brand Oil 我会支持它 是因为相对来讲 它的过程比较简单 Street forward Rice Brand Oil的米糠是怎样来的 今天我们一个稻米 把它harvest来过后 它里面有很硬的壳 有些时候你买米 它还有一些很深色的壳 你咬不动的 那个是它的 它的米壳 像有些时候你们去买一些枕头 现在他们也经常用这个 Husk来当枕头的 对吗 那个叫Husk 你把这个Husk 扒掉了过后 这个是Husk 扒掉了过后 它就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吃的糙米 所以它里面外面还有一层的 浅黄色褐色的 这个就是Rice Brand 这一层Layer 就是Rice Brand 然后这个糙米 它本身里面 你把它变成白米之前 它有一个胚芽的 这个叫做 Jum Rice Jum 这个就是胚芽 当你把胚芽 像我们每次讲说 吃这个胚芽米 胚芽米 这个就是它的胚芽 可是胚芽它本身不好收拾 它会变坏变酸 所以你再把这个割掉 就变成我们看到的白米 OK 我们的白米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在制造白米的过程 白米是我们要的 可是 这些 本身 它可以榨成油 应该没有错是15%吧 还有15%的油脂 是蛮多的 你想一下15%的油脂 所以他们就把这部分的东西 把它压榨成油 就形成了所谓的 Rice Brain Oil 为什么 因为相对于玉米来讲 米它的GMO的问题没有这样大 然后米 它本身 在这个市场上已经 我们吃了米 已经有几千几万年的历史 你跟我讲 你有吃葵花枝 你吃很多葵花枝 没有吃很多吗 所以 从那个逻辑上分析 这个米 它米糠油本身的制作角度 是比较趋天然的 我本身是要米 我要用的米 现在已经正常 我也不需要什么很多的人工改造 要用很多化学肥料没有 就只是要把壳拿出来 拿出来的时候 反正都要拿出来 不如把它榨成油 所以相对来讲 整个process会比较 在我可以联想的范围里面 没有很多的陷阱 而且 像米 你壳它本身的废点比较高 所以你制作出来的油 它也的烟点就比较高 烟点比较高就代表 你适合全家人煮 你要拿来炒菜也可以 要拿来炸东西也可以 你就可以用 Rice Brain Oil 它比较多功能 因为它本身 非典的烟点就比较高 我们像我们这些植物油 大豆油 Sumflower Oil 它本身的烟点比较低 就代表你煮到 可能讲煮到太高温 可能多过170度 180度 那个油就会变质了 所以这些油它本身是不可以耐高温的 可是当它们加工了过后 这些Vegetable Oil 就可以开始可以炸光点比较了 为什么呢 它可以做光点 它可以炸光点比较 是因为这个油已经被加工过了 它本身天然天生 不可以下高温的 加工过后才可以 可是这个没有这个问题 它天生就是已经可以耐高温了的 所以相对来讲 这个部分的加工就少一点 那么所以这个烟点高的话 你就适合任何的烹调食物 所以这个就是Rice Brain Oil 所以基本上 其实每一个由我这边讲的 它都有或多或少的Process 可是它加工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它本身其实它也是有点加工过程 可是它加工的目的不是为了改造 它的化学法令 它没有Chemically ordered它 所以相对来讲 所以相对来讲 如果你给我建议的话 如果你给我建议的话 Out of这么多油 你都可以选它有它的好处 我就会建议你们试一下 Rice Brain Oil 因为它们的价钱也还好 不会讲很贵 所以这个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市面上的油大概就分这样子 那么对 还有一个油 这个油是比较新的 这个油比较新 所以我也还没有真正去了解它 它叫做葡萄籽油 Grab Seed Oil 那这个Grab Seed Oil 是Grab Seed Oil 它也可能会是一个蛮不错的油 为什么呢 因为当这个Grab Seed Oil 葡萄籽油 它们是怎样做出来的 很多时候它们酿酒 葡萄酒 那个葡萄酒发酵腌制了过后 它有很多的葡萄籽 那这些葡萄籽怎样用 它们只可以丢掉 所以这些葡萄籽 所以这些葡萄籽里面还有油脂 它们可以就榨油 榨成油来用 所以这个Grab Seed Oil的诞生 是因为酿酒厂的原因 酿酒厂有这么多些不懂怎样用 它就把它重新研发 变成了葡萄籽油 这一点有个好处是 因为我是做葡萄的人 我对葡萄的Quality 就有人讲 就对它的肥料 对它的照顾 我不会用什么化学物 我也不会用很多的GMO 我要它天然 因为天然的东西才可以 酿造出我要的那个Quality 所以它们对酿酒的葡萄 的素质的照顾 也会把它带到里面 种子的素质的照顾 当里面的葡萄籽的素质不错的话 那它酿出来的油 肯定会比这些油好的很多 你了解我的逻辑 可是因为Grab Seed Oil 因为我还不是很熟 我也没有还有很多的经验 所以这个是你们也可以去尝试的 我觉得跟Rice Greenwood 一样 这两个是你们可以先去尝试的 OK 大体上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油 希望你们有一个更好的idea 有一个priority 一去掉大概知道哪个油要讲看 然后打个比方 你可能觉得我想要试花生油 你试了花生油 你一看了那个label 你要讲去看 就是看我昨天的视频 啊那个 锦龙讲这个是油 有没有 OK 这个油 OK OK了 你就用那个方式去分析 那你们就可以找到属于你们自己家庭的那个油 那么 现在我就要来讲一点 很多人会把太多的心思跟时间花在油 那为什么我会跟你们讲这个 OK 我现在我们讲我们的目的了 我们讲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 是要让身体花最少的钱 花最少的钱 花最少的钱 拿到最大的健康效果 不管你花再好的油 买到再贵的油 你一天可能你喝油 可能不超过15ml 你一天也不会超过15ml的油 所以你买到这样好的油 对你身体 你的身体这么重 80公斤 有多少个 80公斤是大概是有 我们把它当成是乘4倍 乘2倍 我们不要算了 所以15个ml跟16000的ml 15ml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没有那么的大 油虽然是重要 可是如果你要把很多的钱丢在这15ml 我觉得不是那么的厉害 不是那么的明智 所以你用普通的油就好了 有些人他用油可以用到 我有个朋友他用油用两三百块的油 可是他不只是拿来吃 他也拿来查 他敷面膜 他不买面膜 他就买那个来敷 他也不去做什么spa 他就用橄榄油在家里慢慢按摩 如果你是那样的人 你买贵的油就有他的物潮所值 如果你只是拿来煮 拿来吃 我觉得你一天那15ml不是很花 钱花到不值得 相比来讲 如果你讲说你喝水 你喝水2000ml 有些人喝到3000ml 讲说2500ml 你想象一下 哪一个对我们身体的改造比较大 15ml还是2500ml 2500ml 这就是为什么我就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现在要拿出一笔钱 你的问题正常 第一笔钱你可以先花在CMD CMD就是我经常在跟你们讲的 这一瓶特别的营养补充剂 他们花两年的时间 美国一百多年的公司 两年的时间才缔造出 这样简单的一瓶水 你拿在手上 你会觉得特别的重很沉的 它不像是普通的产品来的 那这样子的一贯东西 它就可以把你每天2500很普通的水 变成一个微减性水 还有补充很多的矿物质 相对来讲 我就跟大家讲 我们身体最容易缺乏的 第一是好的矿物质 第二才是油 所以先补你的水 再去想你的油 所以把钱花在CMD 我觉得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如果讲你500块钱 40块60块 没有这样贵 30块40块花在米康油 剩下的在想怎样把自己每天喝的水 把它放大化 因为细胞的细胞膜 细胞膜虽然需要好的油脂 可是整个细胞液都是水 所以你觉得补水是不是比较重要 所以这一点是从养生的逻辑去判断 你们你们去想 那么过后 我又想跟大家讲 今天其实很多人他缺乏的 不是好的弱物质 其实我们都有好的弱物质 打个比方 像可能你有 你吃了油 你有好的矿物质 你有好的维他命 你有好的酵素 你有好的Bioflora 你的益生菌 OK 你就算买好了好的油 你还有查其他的东西 你就算你吃了好的mineral 你还有其他的东西 可是大部分这些东西 其实只要你的食物维持到正常 OK 有蔬菜 有深绿色的蔬菜 有点肉类 鸡蛋 早餐正常 一日三餐 有白饭 有米饭 OK了的 大部分我们都有 问题在于什么 今天这个是细胞 细胞看着每个东西 它都流口水 他讲这些东西都是我要的 可是 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很好的传达给你的细胞 可能是因为你的气虚 可能是因为你的消化不好 可能是因为你的皮 运化功能不好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关键 所以要怎样把这些东西全部融会贯通 把它很容易的给我们的皮 给我们的细胞吸收 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 你吃太多的营养 每个营养都是若美提的排队在前面 等细胞用我用我用我 可是细胞不会用 它没有办法 我身体很虚弱 我根本都不懂要选谁 所以细胞本身老化太快 所以要怎样把这个重新再教育这个细胞 重新跟它变年轻一点 给它多一点气血 让它知道 我现在我知道了 我有精神了 我要这个 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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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给我 我自己会做我要的东西 这个才是我们要的东西 而这个process 我就建议大家尝试LIFE-X39 那LIFE-X39 它们有自己的科学证明 当你戴上X39过后 你的mitochondria 你的细胞里面的mitochondria 会更好的燃烧你的脂肪 去给你身体更好的活力跟能量 这个是西方的观点 从中医的观点就是 当你戴上这个贴片过后 你会增加你的气血 我们有很多的中医师 用了这个产品 他们都会feedback给我 讲说 我觉得戴了过后 我的脉搏变到比较稳 变到比较容易detect的到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X39会增加你的气血 OK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我很希望每一个读者 如果觉得我讲的东西 有我的分析逻辑的话 如果你们觉得 我一直在尝试找最便宜的方法 帮你们找到健康的话 你们前面要选择的 就是这两个产品 一个是CMD 补充你的矿物质 第二 如果你本身 可能有一些问题 想要解决的话 LIFE-X39 OK 不管你们CMD本身 它不是我代理的产品 它是我朋友的产品 我只是觉得用了过后 我觉得蛮好的 我希望读者都可以用得到 300块钱用五六个月 我觉得是物潮所值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本身是LIFE-X的代理 LIFE-X的美国代理 所以在于这个方面 我有很多的不同的Value 会给大家的 那买了LIFE-X过后 不单单只是Customer跟Seller 卖给你 你用得好 然后我为你开心 就帮你排涨 没有 每个星期三 晚上的九点 我们 我跟我的Customer 整群Customer 我们会做个group chat 怎样让你们去放大LIFE-X的效果 然后LIFE-X在用的过程中 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好转反应 更重要的是 LIFE-X本身是直销公司 如果你用得好 你介绍给朋友你要怎样把它变成一个 part-time的收入 这个也是我会谈到的 ok so 这样子这样子 也是推销了5分钟了 每天5分钟就好 so如果你们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 CMD 本身是300块钱 ok X39 那个干细胞 增加你整个的气血的话 它是590块钱 ok 这个可以用到四到六个月 这个是用一个月 然后我有一点要讲 因为很多人都在confuse 要给你们看一下先 ok 一个贴片的样子是一个贴片这样子罢了的 你把它贴在大脊植就算贴在 衣服上面也是ok 他本身用的科技叫做photo biomodulation 我没有时间讲你可以去看我其他的视频 所以他有一个好处就是很多现代人的问题在于什么 消化能力的问题 消化不好 你吃什么东西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需要一个新的 科养生科技能够怎样去 躲掉 消化系统 增生自己的气血跟治愈能力 然后同时间去修复自己的消化 让身体有一个良性循环 从此kick up 你的 治愈系统 就从这张贴片开始 ok 过来过来 不要再推下了 OK NG是012 290 7128 你可以联络我的NG 记得 WhatsApp罢了 你们打不到给他 ok 如果你们有问题要问我的话 016 4025803 我的名字叫 不要紧咯 OK so 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了 又讲了40分钟 不好意思 然后 我们明天拜伍再见 拜拜